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现在在里斯本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 就是这个海边 然后呢我的正后方 就是Arco里斯本的场馆的所在地 昨天它开幕了 但是呢我没来得及去 是因为昨天我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其实我觉得比Arco 更让我有收获的这么一个地方 非常神奇非常独特 我相信你从来没有去过 这么一种艺术中心 今天呢我就专门做一期视频 跟大家介绍一下 不好意思 昨天天气还不错呢 我说呢 那我就在这个外面露台上录 结果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风 我这头发已经被吹得 已经看不到脸了 咱们进来 我现在在一个 爱比扬的一个小小的公寓里面 有点乱啊 我就把门关上 咱们就简单的 哎 坐下来聊一聊 哎 我也没有准备灯 或者是什么的 所以说这个 咱们就凑合着 大家就凑合着看吧 多多包涵 我还做了一个简单的笔记 我要给大家介绍的 这个中心的名字叫CPS Centro Portugues de Serigrafia 可以翻译成 葡萄牙私网印刷艺术中心 或者是葡萄牙印刷艺术中心 或者叫板画印刷中心 其实我还是更喜欢翻译成板画 因为它们除了这个私网印刷 还做一些其他的手工的印刷 就那种古法印刷 不是那种科技与狠活 直接就 就艺术微喷就喷喷喷那种 它们是比较有传承的 非常注重工艺的这么一个机构 这个工艺指的是 这个工作的工艺术的意 但是它们也是非盈利机构 我们第一次见面 是在Fakeview报 去年11月份 我在那边就是看展的时候 突然就看到了它们的展位 别人的这些展位 都是两三个艺术家 有两三种不同的手法 风格就打住了 而它们这个小小的展位 大概有那么20多个艺术家 我说你们是怎么搞定这么多艺术家 你们这画廊是什么样的规模呀 结果他就乐 他说我们不是画廊 我们是一个非盈利机构 我们是提供一个平台 让藏家和艺术家之间有一个连接 我们的会员是每个月付一定的会费 40多欧也不多 然后就可以从他们的会员杂志上选 选他们喜欢的东西 比如说你凑够了六个月 你就可以选一个中画幅的 凑够12个月选一个大画幅的 这么一个特别有意思 我一看这不是Netflix这种 这什么会员制月费制 结果人家说了 我们是比Netflix早多了 我们30多年前 85年就开始做这种模式的 这种版画的这种制作了 每一个画作都是有编号 都有注册 手动的区块链 人家其实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我还说人家像Netflix 其实我还是格局小了 人家做得非常有意思 我说这个下次如果要是路过他们的 我要进去采访一下看一下 结果这次就是因为Arco 他们就在这个里斯本市中心那块吧 所以说我就说 那我就跟他们约了一下 约了创始人赵去那见面 我就打了辆车就去了 结果路上越走我就觉得越不对 我说这些地方我认识 我见过 我去年的时候爱比莹就在这同一条街上 不到20米的距离 就是我以前住的地方 我说那肯定是因为我搞错了 我不小心在地图上点了一个去年注册的位置 结果呢幸好不是 它就是完全是凑巧 是去年我就是这条街上路过了不下20次 但是我愣是没有发现他们 就看来一个人在一生中 你会这个错过 失之交臂很多的 可能对你来说很有意义 很有用的一些场所呀 然后事情啊 人啊 还有这些比较受启发的东西 可能你都会错过了 所以说呢 也是为什么我今天就想专门的做一期视频 就讲他们 因为也许呢 这些东西对你来说非常的有用 但是呢因为种种原因 你一直是与这种信息 失之交臂 不小心错过了 那么我用这期视频 把这个东西都给大家带过来 这样的话也可以更好的 让你获得新的资讯 受到启发这样子 我呢 现在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CPS这个中心 它的位置非常的好 距离海边和市中心 走路也就是几分钟的距离 它呢是算是一个小小的建筑群吧 它有四个不同的地址 一个呢是中心的办公室 也就是它的主楼 然后对面呢是艺术家的工坊 工作室 然后呢 在这个工作室的鞋队 对面呢 也是主楼的旁边呢 是艺术家驻留计划的公寓 他们是才开始艺术家驻留计划 这是他们最新的项目 还有一个呢 就是画廊的空间 这个画廊的空间 是在另外一个 叫CC Berlin 是Centro Cultural Berlin 是另外一个地方 离得比较远 其实离我现在的这个住的地方 反而比较近啊 我还没有来得及去 也许呢 我去做一个part 2 这样子的视频 我呢一进主楼的时候啊 我就远远的就看见照 就是非常热情的就过来了 然后跟我握手 这个手握的啊 呱呱呱一握 就我这个电子房斗都已经失笑了 就非常的热情啊 然后就带我去转 他说来走走走 咱们这个已经有半年没见面了 很高兴来再次见到你 来我带你去转 他首先带我去的呢 是一个展览 是一个 这个画廊呢 叫安东尼欧 普拉提斯 普拉提斯 这么一个画廊 我说 哎 这不是你哥哥的名字吗 他说是是是 这是我哥哥的画廊 他呢 在上次见面的时候 他跟我说过 他和他哥哥两个人创始 这次呢 他就给我再次的介绍了一下 更加深入的介绍了一下 他说他本来学的是这种通信科技 这样子的 就偏理工科的 跟艺术没什么关系 但是因为他哥哥开画廊 然后他呢 就开始一开始就帮忙 比如说他哥哥说了 你在巴黎呢 出差呢 那你帮我去看看那个 看看那个 找一些最新的资讯 结果他找着找着 就逐渐的喜欢上了 然后他哥哥说 哎我这可忙了 你快来帮忙 他就就放弃了工作了 就1984年就回到里斯本 帮他哥哥开画廊 然后85年的时候 就创立了这个CPS这个中心 然后这个一开始 创中心的时候 他们两个就合集 他说这个如果要是卖这种 这个大型的雕塑也好 艺术也好 当地的藏家很快就饱和了呀 因为他们没有多少这种 喜欢艺术的比较有钱的人 那时候也是百废待兴的一个状态 他们说那咱们就卖版画 就卖那种复制品 但是呢又不是那种 无脑复制 不是那种直接上机器 而是说完全手工的 他们就开始就跟不同的手工的 作坊啊 工坊啊 然后在全市的各个地方都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据点 后来呢 就是老这样跑也不是个事 就慢慢的收网 就把这些位置聚合在一起 现在他们就是逐渐在拓展自己的这个疆域 现在拓展得非常好 手下现在有24个人左右 然后其中大概一半的这个员工是已经十多年 二十多年和他们一起来这个创业 他们算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悠久的一个 一个这么一个艺术文化中心 然后我就在看这个 Swaniel de Metau 就是Metal Dreams 铁之梦 这么一个展览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里面的艺术家就非常的有激情 然后他说 我们这个艺术家是西班牙的 有很多的大型的公共艺术 可能你在西班牙住的时候看到过 然后就跟我聊 聊着聊着的时候呢 就走到了这个办公室门口 办公室呢 是一个叫Joanna 乔安娜的这么一个女生 在里面做文书的工作 然后这个乔安娜她说 我也是艺术家 然后就给我看她的这个艺术作品 然后聊着聊着 就聊到了说 她说我的这个奶奶 就是CPS当时的最早的一批的这个会员 就喜欢这个艺术 后来呢 就是可能受她奶奶影响吧 多方影响 她就变成了一个艺术家 然后变成艺术家之后呢 然后因为比较喜欢这个团队 说那我也是加入你们吧 然后他们就一起来做事情 她既是艺术家 又是文员 就是画廊经理人助理这样子 然后她呢 就是摸着小腹 她说我这里面 还有一个未来的CPS的小会员 她现在是怀孕了嘛 然后就是这种温情 这种就是团队 像一个大家庭的这种感觉 真让我挺有触动的 然后她呢 就带我去 在里面转了 简单转了一圈 然后就到了对面 她说对面才是非常有意思的了 咱们走 对面就是艺术家工作室 她呢 打开门以后呢 非常热情地 把我介绍了给里面的 每一位艺术家 和每一道工序啊 她就挨个地给我介绍 然后她说 你知道吗 这个四网印刷是怎么做的 我说我参加过一个 为期一天的四网印刷工坊 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呢 就是基础的这个 idea大概知道一些 然后她就非常的 不耐其烦地 详细地给我讲 我又不懂地方 我去问她 她就 她特别的熟悉 每一道工序 她不光是一个创始人 或管理者 除了自己不上手做之外 我觉得她这些东西 她都懂 是一个非常非常的 专业的管理者 也是一个 一个匠人 可以这么说吧 然后她就给我看 她说 你看我们现在是 半机械化 就有一定的机械的 工序在里面辅助 如果说 要是纯手工的话 可以 她们也能做 但是非常非常的 耗时 耗力 耗人 耗财 她说 这样的话 那就 规模就做不起来了 因为她们是 有三千多个会员 就覆盖了葡萄牙 绝大多数的 这个艺术爱好者 版画爱好者 都给覆盖到了 她们每个月 都交着会费 都等着这个新作品出来 而且这么多人的话 你不能搞得 这个僧多粥少 对不对 所以说她们要 进入一些机械化的 处理在里面 而这时候我就看 我就想 其实里面有很多的 就是冲突 你看有这个 产量和质量的冲突 有这个 她的以前的历史 和这个 未来转型的冲突 然后还有呢 我就去问里面的艺术家 我说你们是 做什么样的艺术的作品 给我看一下你的作品 然后她们说 我们不是艺术家 我们就是手工艺匠人 我们就是print maker 我们不是artist 我们就很高兴成为 艺术家的辅助 这样子 然后这时候我一想 其实艺术家和匠人之间 在这个工作中 在团队合作中 也有很多的 那种摩擦 因为我在 马德里的时候 采访过一个 Mono de la Tinta 这个团队 是个全女性团队 他们也告诉我 说跟艺术家合作的时候 艺术家想要做这个 但是他们说 臣妾做不到 然后艺术家 为什么你们做不到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在一些细节中 会有一些摩擦 然后在这个艺术的思考 和这些discourse idea中 和艺术市场 在偷市场当中 也有一些 各种各样的冲突 我就想 他们是怎么样 来解决这些冲突的呢 因为我在看的 每一个环节也好啊 每一个细节也好 真的是都是暗藏着雷 就是稍微的 某一个环节 他们没有想好 很有可能就砸了 这个项目 就不能够持续的发展了 我就在看 他们到底是怎么了 让自己的这个项目 这么长久的支持来生活呢 我就边看 然后就边思考 然后我就走着走着 就看到有一个艺术家 在切一个像蛋糕的东西 我说他在做什么呢 难道做甜品的吗 我就过去问 然后他说 我这是用一些废弃的颜料 然后把它呢 这个切开 做成一点一点 像这个土豆丝 土豆条一样 然后就把它拼成一个新的作品 送给藏家 然后送给这个 他的朋友们 或者是CPS的朋友们 然后我就说 这是 它是软的还是硬的呀 它是什么味道啊 他说 来给你 拿着拿着 给你拿去玩 非常的有意思的 这么一群这个匠人 他们说 这个是一个meditation一样的 非常的放松的 切这个挺好玩的 然后当时我还说呢 我说那你为什么 把它放到那个模具里 然后直接把模具啪一打开 你就可以就是送给别人了 然后他们说 哎呀 切这玩意挺好玩的 你试试你试试 我一看这个 我说我怕切到手啊 然后招招这时候说 咱们上楼上楼 咱们去这个顶楼 去看一下 那是一个另外的一个工作室 有其他的一个技法 就每一层楼 每一个角落 都是一个不同的技法 它是按照这个 技法来划分的 然后他说 咱们上楼 从这个顶楼 你还能够从窗户那看到 对面的艺术家工作室的公寓 因为现在正好有一个艺术家 没法进去 人家在这住着 不好打扰他 但是你可以从这边看过去 我们就上楼 但是一上楼 我就发现了一个 这是我在此行中 不需此行 遇到的最最最值得遇到的 宝藏男孩 我一上楼发现 是一位老艺术家 他是管那个 老艺术家叫男孩 因为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 他今年九十多岁了 因为这个赵 他一个是非常幽默 一个是他有一种不服老的 这么一个干劲 一个冲劲 他觉得不能管人家老艺术家 叫我们这个九十岁高龄的老艺术家 他觉得这样不好 他觉得还是把这个年龄放轻松一点 然后就是像老顽童一样 他说来来来 咱们看一个 我给你介绍一个 宝藏男孩 我们的艺术家叫马赛尔 或者叫马赛尔 翻译成中文 可以在这个下面放到他的简历和链接 他是个非常的出名的 非常受尊重的一个老艺术家 本来是可以一样天年的 但是他就喜欢自己工作 然后赵偶给我介绍说 前几年的时候 大周日的 他就会拿着钥匙 悄悄悄的过来 趁着没有人的时候 自己在这享受创作的过程 他既是一个printmaker又是一个艺术家 他也是二合一两者都可以做 然后他就喜欢 他就喜欢工作 这些年呢 现在是因为体力不如以前了 他现在就是有的时候来 有的时候不来 然后来的话呢 会和他儿子一起 两个人打配合来做一些创作 做一些这个印制 其实我见到他之后的第一个印象 让我最震惊的 除了他的这个身体状况年龄 还有这个专业程度 还有他敬业这方面之外 最触动我的是他的平易近人 因为我们其实见到他说的第一句话 并不是您好 或者是很高兴遇见您 或者是我叫莫 不是的 我遇到他的第一个 第一句话就是 我在照后面走路嘛 照直接进来以后 他第一句话就是 别动别动别动 连说了三次别动 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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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他说葡萄牙语嘛 我也没有听太懂 我就直接就从他身后就冲出来了 拿着机子再录嘛 然后这时候一般来说 我要遇到一个新人 我要先问他一下 可不可以录啊 尤其他不是工作人 他是艺术家的 我更要尊重他一下 然后我也没有问嘛 我直接就冲过来 我也不知道 前面有两位艺术家在这里工作 然后为什么他说别动呢 因为他正在做一个工序的 就是石板翻印的工序的 我不知道他这个实际上应该怎么叫 在中文 他最后一步就是把这个话接下来 非常重要的一步 这手一抖呢 这张画就废了 然后在这个艺术家 马塞尔 他在听到这个别动的时候 他就停止了 然后他看到我的时候 他也没有说生气或者怎么样 因为人家是正是专注的工作 最后最重要的一道工序 你说一般人 一般艺术家 你别说个大师了 你就说一个二三十岁 就是我同龄的一个艺术家 他在工作的时候 那如果要是突然之间受到打断 他可能就一下子就炸了 说你干嘛呢 或者是你录什么 你没问我就录 或者是怎么样 他呢就是非常的和蔼 他说来 我给你看 我要做哪一部工序 然后之后说 你看这是我以前的作品 你看 就是非常的和蔼 可亲的就给我介绍 我看到他的这些印刷品 真的是 我无法想象 它是手工这样子 一步一步 每一个色彩印刷出来的 就像镀了金一样 我觉得它就是电脑的这种 就是精度的微喷 可能都喷不到这种 非常的栩栩如生这种 就是乍一看 就像是金属一样 并不像是 就是手工的墨一遍一遍的 翻印上去的 我就对他的这个技法敬业 和这个各种各样的 这个从内在和外在 都非常的佩服 有一个网上的 比较出名的一个 从诗歌里来的吧 叫始于颜值 献于才华 忠于人品 我真的是觉得 他的作品的颜值 那非常的好 他个人的才华 和这个性格 和这个各种各样的 这个综合 我觉得我一瞬间 就变成了他的小迷妹 我觉得他非常棒 大家要是想说他不好 我是坚决的不同意 我第一个不同意 我在里面就跟他要合影 什么的 然后他说 把你名字写下来 我一想 但他难道是 想要知道中文怎么写吗 然后我就写我名字 他说 写那个拉丁的名字 我就写了个墨 然后他说 然后他拿笔 就给我 就现场签名提名 就送了我一个作品 这个是 这个他送给我的作品 非常的喜欢 然后他专门提字 提给我 他这样的这个 非常暖心的举动 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 然后我就跟他合影 拥抱 然后之后他接着工作嘛 我就不好意思打扰他了 我们就下去了 下去了以后呢 赵这个创始人 也是中心的负责人 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是喜欢午夜 还是喜欢正午呢 哎我心想 难道是个谜题吗 午夜正午 我说午夜吧 因为我家里养猫咪 然后猫咪在午夜的时候 然后比较活跃 然后就感觉是一个 非常惬意的 这么一个温馨的 这么一个时段 我就比较喜欢 我说午夜 然后他说 好好好 那我送你一个名为午夜的作品 他给我看 有一个是正午 有一个是午夜 他说你看到之后 你还会坚持你的选择吗 午夜吗 我说是是是 我还是喜欢午夜 他说这是送给你的 然后他告诉我这里面的 比如说Cafe Martino de Arcada 他说这个是一个 历史最悠久的一个 咖啡餐馆 在里斯本 然后他给我讲一些 这些历史什么的 然后他一看就是 不光是对这个 本身他的这个艺术版画 作为商业很感兴趣 他对每一个细节 都特别的用心 他自己就是花心思去想 去琢磨 去研究它 然后他说 我会把你的名字 就是作为这个手动区块链 就把它放在这个 他的电脑的系统里面 以后每一个作品 不管是赠送的 还是购买的 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源头里面 然后我心想 那这个花也送给我了 也耽误他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说这就应该是结束了吧 结果他说 咱们现在是午饭的点 正是 现在正是吃沙丁鱼的好时节 咱们走去沙丁鱼 然后我心想 哇这个还让他这么安排 让他破费 真不好意思 他说没事 我带你去一个这边的 一个非常的平民的 我呢从小就去 从刚开始这个创立CPS 就每周都去的 这么一个尤其是拉丁鱼的时节 拉丁鱼 尤其是沙丁鱼的时节 一定要去的这么一个 特别的出名的当地人 才知道的小餐馆 你们游客都找不到 我说好好好 我就跟着他去 然后到餐馆里后 他会跟每一个服务员打招呼 他会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 最近怎么样 然后寒暄一阵之后 我们坐下来就开始吃 然后吃的时候 因为他就告诉我 他这个三十多年前 在这里吃饭 怎么怎么样 那时候里斯本怎么怎么样 他在说这些的时候 就可能就是回忆到了他的童年 他就说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中国文化 那时候呢 我就去看一些功夫电影 然后就特别喜欢少林 我就想有朝一日 当一个这个功夫大师 我想那小时候呢 可能就已经十八九岁了吧 他说没有 我十二三岁就特别喜欢中国文化 因为那时候嘛 也没有太多的渠道来了解 没有互联网啊 没有太多的这个 中西方交流的东西 他呢就全凭着自己的想象 就做了一出这个舞台剧 这个学校里面的那个剧社里的一个舞台剧 他呢就自己饰演了一个这个高僧 然后就和坏人打架 然后就被坏人打败了 而这时候呢 他说我嘴里嚼了一个这个番茄 就啪 就是吐出来这个番茄像吐血一样 然后就死掉了 在台上 然后他就乐 然后回忆起来 就是那种特别的 他自己特别的温馨的这一段记忆 然后我说 那你是不是嚼了一包小番茄酱啊 他说 番茄酱 哪有番茄酱啊 我小时候哪能见得到番茄酱啊 就是西红柿 就是番茄 我说 你们那时候没有番茄酱吗 他说 我家庭里是没有的 这个其实一瞬间给我的触动 是我的一天中最大的一个内心的一个触动 就很emmo的一个感觉 因为我也是长在一个小时候没有番茄酱的一个家庭 其实番茄酱吧 你说在18世纪应该就已经被发明出来了 就好久以前了 但是呢 这个可能是因为家庭的 一个是出身环境 一个是小时候就跟着这个祖父母嘛 在这个农村长大的 就是番茄长什么样就吃什么样 顶多加点糖什么拌一拌 也没有说把它做成酱啊 或者怎么样 没有这种情调也不知道 我记得小时候我和他同龄的时候 就是十三四岁的时候 我就听说过有一种美味叫披萨 那时候我就挺向往欧洲文化的 我说披萨 披萨是什么呀 然后我在将近15岁的时候吧 我就吃到了人生中第一颗披萨 就是第一半吧 就是一小块披萨 挺难吃的 据说是空运 然后呢 当地的就是 可能拿锅煎出来了 都不是拿烤箱 当地连烤箱都没有 就吃了那么一块披萨 然后我觉得原来披萨是这样的呀 当然了后来来欧洲之后 到意大利吃了正宗的披萨 发现和我当年吃的披萨 连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估计他呢是没去过中国 我就邀请他有朝一日来中国玩一玩 我相信他见到中国的功夫 可能和他当时拍的舞台剧的这种想象完全不一样 然后他就跟我讲他小时候 他并没有说小时候有多困难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呢从他的这个就是从番茄 没有番茄酱的童年 这么一个小的故事里 而且他不是专门跟我说的 是我发现的 其实我能看得出来 他是生长在一个很普通的一个 可能是工薪的这么一个中等情况的一个家庭 在这么一个家庭里长大 原来呢有着一个还不错的一个 那时候通信工程 你想想80年代肯定是不错的一个工作 现在相当于computer science了对吧 然后为了他的哥哥的梦想放弃了工作 然后呢过来30多年将近40年如一日的去 做这方面的给艺术家搭平台 然后呢给这个画廊做这个管理 等于是他等于是放弃了自己的可能一些童年的 他甚至因为这个没有时间去中国 没有时间去了解亚洲的文化 而且他还是非常的喜欢的 他说梦想有着一直去 但是他说你看我这手下20多号人等我呢 我这走不开呀 他放弃了很多 也是为了追求他的梦想 当时我就采访他的时候 我就问他 我说那你觉得这么成功啊 这个30多年来 他这个市场嘛 有高有低 经过了很多的tubulence 上上下下的起伏 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而且活得还不错 这个中心发展的很好嘛 我说这是是为什么怎么是secret sauce 还怎么才能变得这么成功 他说就是passion 就是激情 你要有这个内心中有一个火种 说起艺术来眼睛要放光 你才能够长久的坚持下来 他说这个激情肯定是他这个内心 是真实的一个反应 但是我觉得除了激情 他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因为激情这个东西真的是 a rush of blood to your head 三五分钟的事 那一下就激情就退去了 那个七年还有这样呢 对吧 激情退去之后怎么办 我觉得他除了激情之外 还有坚持 还有更多的 还有就是思考 他一直以来 就是跟我们聊天的时候 除了这个 我问什么 他答什么之外 就很open的 就开放的态度告诉我 他还会问我们 你们中国有什么样的印刷 你们这个所在的 比如说我们住在马德里 你们马德里的艺术氛围是怎么样的 就是非常的开放的心态 去吸纳 去接纳 我们吃沙丁鱼的时候 他说沙丁鱼好吃 但是唯一的缺点 就是太味儿了 出了门之后 你身上都是那种 烤沙丁鱼的味道 就是烟雾的那种味道 这时候我说 你们做这么多艺术作品 这个画册里面 有这么多作品 我说 你们有没有做一个 带味道的纸张 然后就是大家可以在 看作品的时候 才能闻到味道 他就是思考 然后眼睛一转 他说 嗯 好主意 我回去试试 就是这种非常的开放 善于思考 善于思辨 并不是说 我现在很成功了 你们什么样 我不想了解 因为我已经很成功了 你们应该向我学习 我遇到过比较成功的 这个艺术家也好 艺术商人也好 就是比较这个 当然他们这样做也是对的 因为他们确实是成功了嘛 大家都要向他学习 人家是案例 人家是标兵 但是他的这个心态就非常的好 我觉得还是 可能是一个没有番茄酱的童年 让他的这个整个人的成长 就是更加的 并不是说像其他的一些艺术圈的人 像他们那个年代艺术圈的人 基本上都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 金钥匙 金勺子 不能含钥匙 含着金勺子长大的 像这种相对来说比较 humble一样的出身 并没有说家里夹成万贯 有个古堡 而自己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脑子 在这个艺术圈里占有一席之地 真的是 得有两把刷子 真的真的 他这个思想 人 人品 这各种各样的魅力 让我非常的折服 所以说这也是 我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他 有很多闪光点 能够让我学习到 希望我在30年后 接受别人的采访的时候 也能够像他一样 给 这个回馈给更年轻的 艺术从业者一些非常好的建议 非常好的榜样 像他这样榜样的力量 现在呢 ARCO已经开幕了一个小时了 现在我已经晚了 咱们现在就 这个收拾一下 穿上鞋 咱们去ARCO转一转 大家不要离开 咱们接下来下一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